各位耶稣的门徒,各位大兄姊妹,大家早晨。 三个星期之前,我跟大家讲了这篇信息,还没讲完。 只是讲了第一点,你还记得我讲了什么吗? 不记得,不紧要。 你一定记得一句话,宣教的疫情, 吓到大家不敢做宣教。 原来是宣教的疫情,是吗? 是passion。 不过大家对我很好,牧师也不是错的, 其实宣教都是一个瘟疫,好像传影病, 那么你有宣教的心,都可以传染给周围的人, 所以大家真的很惨爱我,但不要惨毁了我。 如果我说错一些广东话,不要不提醒我, 如果不要提醒我,我又一次错下去了, 所以跟我握手的时候提醒我,牧师不是疫情,是热情, 宣教的热情,大家记住热情之后,我们就想回很多当日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讯息。 那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宣教的使命。 保罗说,我好像有一个祭司,将外邦人的灵魂,他们得救的灵魂, 献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我要提醒你们,我要提醒你们, 这个是我的使命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写信给他们的原因, 那么他提醒他们,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 感谢我们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辩了天下。 那我们提醒大家,好像John Piper所说的, 任何没有敬拜耶稣的地方,就是宣教的工厂来的, 任何没有人敬拜神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二点,就是从下面的经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就十七节到十九节说, 所以轮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何夸的, 除了基督值我作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值我言语作为,用神即歧视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 在这个段落的地方提醒我们宣教的能力, 究竟在哪里来的? 保罗提醒我们,他为着自己可以做耶稣基督宣教时, 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引以为荣, 他觉得很骄傲。 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叫外邦人信服神。 原来信耶稣,就是信服耶稣。 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作我们的教主的时候, 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作耶稣的门徒的人, 就是信服他,按住他的教训, 按住他的圣经的教导,来过我们的生活。 所以叫外邦人信服神, 就是叫外邦人信耶稣, 信了耶稣就信服神,来跟从耶稣作他的门徒。 但是他又提醒我们这个能力,不是他自己来的, 他说除了基督值我作的这些事, 基督值保罗作这些福音的工作, 那里很清楚知道,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得出来的。 当我传福音有果效的时候, 是耶稣借助我,来传扬他的福音。 当我讲到有果效的时候, 是圣经的位置借助我,来感动你的心, 圣灵感动你的心。 不是这个讲完本身有什么能力, 是神的能力。 他又提醒我们,他又是借助言语作为, 不单是讲出来, 同时借助我的行为,我的行动,来做出来。 你讲听或者是看见,这两件事, 通常我们学得最快,最多的是我们看得到。 所以单单讲出来,讲得明白,不够的。 当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就是将我们这个言语活出来, 很生动的,借助这个行动活出来。 所以这个行动是无声的老师,你知道吗? 在你的家里之中,你的小孩都每次都看着你, 你的价值观就借着你的决定去哪里, 决定做些什么事,决定怎样来使用你的金钱, 你的价值观就不知不觉之间表现出来给你的小孩, 他一看就看得很清楚。 我以前都跟你讲过,有一次我真的是吓到我自己, 我在新加坡做神学院事,到处去广道, 很少很少时间和家人一起做,做礼拜, 有一次呢,那个星期不用广道, 就我,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已经回来美国当时读书, 我的女儿在旁边, 陈思母在另外旁边,一起唱试过, 我唱过去投入的,就举一下手, 要表达一下一边,避上眼睛, 就投入这个诗过当中, 偶然间开一下眼睛, 不看这个节目, 看下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的女儿在那里, 她就这样看着我。 在我不知不觉之间, 她就看着我怎样来崇拜神。 哇,真的是这样的。 你的行动就将你的语言, 很生动地活出来, 那个影响力,那个冲击力, 比你所说的,更加有力量。 波罗很清楚说, 不单是说, 不单是说耶稣, 不单是传福音, 你要活出这个福音, 那这个福音就成为, 人心中一个很大的冲击力了。 不单是这样, 她继续说下去, 都是借着神迹歧视的能力。 在不同的宣教工厂, 特别在那些不是很发达的地方, 神都愿意借着圣灵的工作, 用神迹歧视, 来表现出神的特别的恩典, 神的能力活出来。 我们在宣教的工厂, 都听到那些宣教士赶轨, 都听到那些宣教士祈祷的时候, 有些病人都得到医治, 因为没有医生,没有药物。 神迹歧视, 是其中一个方式, 言语行为, 都是其中一个方式, 都是耶稣, 藉着你跟我, 和宣教士所做的事情。 那继续下去, 他说, 并是圣灵的能力。 这边讲的圣灵的能力, 特别是看到神的圣经的教会话语, 就好像以法所书第六章所讲的全福的关章, 圣灵的保诊就是神的话语, 用神的真理, 将神的福音很清楚来表达出来, 到十九节的地方, 他说,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伊利尼古,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伊利尼古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这个地方。 保罗说我在那个地方都传了福音, 不是单于每一个人, 每一个乡村他都去到, 保罗传福音的策略, 事事是去大乘士传福音, 使用人信了耶稣之后, 组成教会, 教会成熟, 就开始走出四面墙, 向其他乡下, 没有福音的地方来传的, 所以保罗说, 我已经做了, 我应该做的功夫, 在这个地方, 现在就是那些教会, 一个一个将这个讯息来传出来, 这个是保罗, 藉着书院教的能力, 所传出的福音, 在这个地方, 大兄姐妹, 所以传福音不单是书院教士, 不单是牧者, 不单是组长, 不单是老师的工作, 原来你单单不用说话, 你借助你的行为, 借助你和你的同时间的关系, 爱心的表达, 借助你和邻居的关系, 用爱心来接待他们, 这种的表达, 本身就是一种传福音的风式, 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门徒都可以做得到的, 有人用言语来说, 有人用行为来说, 有人借助神迹歧视来做, 有人借助圣灵的能力, 神的说话, 来将神的福音说出来, 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大兄姐妹, 继续提醒我们什么是奉伯的基督徒, 就是四句话, 第一句话是什么? 爱得心, 第二句呢, 活得真, 第三呢, 舍得给, 第四呢, 走得出, 走得去, 这四句话就是将我们的奉伯, 拨门徒的生命, 活出来的一个提醒, 我们都希望, 这种的宣教工作, 就好像保罗那样, 在帝圣事做了之后, 就建立这个教会, 就鼓励当地的教会, 向乡下其他村落, 未有传福音的地方, 当地的教会就去传, 这个就是这次蔡牧师去到蒙古, 我们很希望他, 和以前那些, 我教过的学生, 在新加坡上去的学生, 有十位左右的蒙古人, 来到新加坡, 读神学, 回去吧, 有些是教神学, 有些是做牧师, 做不同的工作, 他们就和他们见面, 因为我们觉得, 当地人向当地人传福音, 更加快, 更加有果后, 他们懂得那个语文, 他们懂得当地的文化, 他们有自己的网络, 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那个network, 就被一个宣教士去到那个地方, 学了五年的语言, 有些时候都学不到, 就好像我学广东话那样, 四年了, 你知道吗? 我来到你们当中四年了, 还是宣教的疫情, 就是中文, 不要说学蒙古话, 多难, 当地人已经懂得了, 有了教会, 我们愿意和他们配合, 让我们教会的资源, 我们有人才, 有专业人士, 有工程师, 有医疗人员, 去到他们当中, 来帮助他们, 借着教会的平台, 向当地人服侍他们, 来传福音, 我们找了之后, 如果短孙队找了之后, 就没有了, 你一年来一次, 但是当地教会, 就继续不断的来传福音, 这个是我们教会将来宣教的方向, 就是我们越来越集中, 是和东地的教会配合, 因为他们做得更加好, 因为我读过神学, 因为我懂得英文, 不是等于我比你强, 我们要尊重神在东地人所做的工作, 和他们配合, 来一起传福音, 这个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方向, 就好像保罗传福音的方式, 那之后呢, 在二十到二十二的经文之中, 就讲到宣教的目标, 在二十到二十二节, 保罗说,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比, 清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常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保罗的意思不是说, 我听到别人有教会的地方, 我就不去, 他意思都不是说, 我开了的教会, 其他人不可以动, 因为是我的教会, 不是这个意思, 保罗是提醒我们, 他从神所得到的, 这个目标挑战, 就是他在一个开放, 开教会, 植堂的这个负担, 就好像保罗, 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 他说, 我栽种了, 阿波罗晓管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他说, 我的恩赐, 和神对我的呼召, 我是植堂, 但是直到之后, 阿波罗来, 继续来提醒门徒, 建造门徒, 成为一个耶稣基督, 灵性深厚的门徒, 来与耶稣同行, 所以我做我的工作, 其他人来继续建立, 保罗的目标是这样, 在第三章第十节, 他说, 我照神所吸我的恩, 好唱一个聪明的公投, 立好了根基, 在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各人要谈慎, 斩阳在上面建造, 我立了根基, 我开展了工作, 我建堂了之后, 我直堂了之后, 其他人来继续, 所以保罗一字出去, 开发新的地区, 开发新的教会, 其他人和我一起背入, 这个是保罗的三字, 这种的做法, 都是我们希望, 在我们教会之中, 都继续的前进的, 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之中, 我们去年, 就十月, 我们的Cross Life Community Church, 又独立了, 所以我们一起祈祷, 神啊, 我们下一个直童, 应该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应该在哪里呢, 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是哪些人出去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个是我们心中一字祈祷的, 希望神给我们很清楚的知识, 叫我们知道, 怎么样来开展这个工作, 最后呢, 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 23节到32节就是宣教的这个路程, 23节到33节, 保罗去三个地方, 他的路程, 带他去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去罗马, 23到24节说, 我而监聚这些女孩在没有可存的地方, 不是说没有什么,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信了耶稣基督, 但是我应该做的, 发展新的教会, 直筒的工作, 已经做好了, 他说, 这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波罗很想念罗马的大兄姊妹, 他说, 我好想去到西班牙, 更加远的地方来直堂, 但是我想经过你们当中,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的时候, 得见你们, 先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少微满足, 然后梦你们送客, 保罗希望, 在经过罗马的时候, 得到罗马教会的支持, 或者是经济方面的, 或者是土耕方面的, 或者是劳费方面的, 来带他可以到西班牙, 继续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个都是我们教会有做的工作, 就是用经费来支持我们的宣教士, 我们每一个月, 让我们的宣教基金, 来支持十八个十九个宣教士,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来传福音, 波罗去罗马, 但是他说, 未到罗马之前, 第二个地方要去的, 就是先去到耶路撒冷, 第25节, 他说, 但现在, 我往耶路撒冷去, 供给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阿贾亚人, 乐意囚出捐汉,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他都没有忘记过那些需要的贫穷的信徒, 这些扶贫的时工都是很重要的, 他不单是做宣教全福音的工作, 人的需要, 他都想到, 这个扶贫的时工, 是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资源, 可以和其他人来分享的, 有些地方的维生条件很差, 有些地方很缺乏水, 没有水, 需要人来帮他挖这个水井, 我们公中有很多的工程师, 我们公中有很多医疗的人员, 有些地方的儿童的教育很差, 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在我们公中, 可以教他们的电脑, 帮他们提升他们的医疗, 或者他们的教育方面的需要, 那些马其顿和阿贵亚人很乐意的筹款, 来帮助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 马其顿和阿贵亚人就是今天的希列, 这个国家, 他们就做出好好的工作来, 他下一句的经文很重要, 第27节, 或者那件事, 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为外邦人既然把他们属灵的好主上有份, 就当把永生之物供给他们了, 这个扶贫的工作, 不单是一个地理的因素, 从希列到耶路撒冷, 不单是一个社会的因素, 有钱的帮那些贫困的, 不单是种族的因素, 是外邦人帮助犹太人, 更加重要是神学的因素, 保路说不单是礼物, 好像是他们献债, 什么意思啊? 他说他们从这个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主上有份, 就提醒我们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的地方, 讲到福音先传到犹太人, 但是犹太人拒绝这个福音, 保路就将这个福音开始在外邦人当中传出去, 所以他提醒外邦人, 你们今天所得到这个宿令的好处, 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 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 所以我们中文人都是外邦人, 我们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呢? 是因为犹太人自己不接受, 拒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保路就将福音传到欧洲, 传到亚洲, 其他不同的地方, 值得宣教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因为这个宿令的好处, 因为犹太人拒绝, 所以我们从他们得到这个好处, 他说我们现在将永生之物, 我们的物质的事情, 物质的那些好处, 供给他们是应该的, 是我们欠他们的债, 他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神学的因素, 说不是因为我们有慈善的心, 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 不单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欠债, 我们从他们得到宿令的好处, 我们愿意跟他们分享, 物质方面的好处, 感谢先生, 第三个地方他要去的, 就是西班牙, 他说我希望从你们当中, 28节等我办完这事, 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 我就要路过利门那里, 往西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封盛的恩典而去, 去到之后呢, 我就去了西班牙, 大家知道不知, 如果从这个地图来看, 保罗的行情是很特别的, 他写罗马书的时候, 就这么说, 他是哥林多, 哥林多如果向西走, 就是罗马, 但是呢, 保罗说我没去罗马之前, 我先去耶路撒冷, 是说东走, 去了之后呢, 从耶路撒冷, 再去到罗马, 就好像你飞到香港, 飞到大陆, 你在西岸陆寻机飞, 10个小时到北京, 10个小时到香港差不多了, 那你不是这样飞, 你就先飞到欧约去, 5个小时, 以后从欧约来, 向西游飞15个小时到香港, 不是很麻烦, 很浪费时间, 但是保罗, 他有很清楚的目的, 这个整个过程呢, 加了成3000米的路程呢, 他觉得值得, 他先去到耶路撒冷, 再去到罗马, 再去到西班牙,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目的, 全部的目的, 都是为了宣教的目的, 来进行他的路程, 这样的事工, 这样的工作, 真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 那最后的时候, 他不单是去了罗马, 去了耶路撒冷, 去了西班牙, 最后呢, 他说请大家为我祈祷, 30节开始, 为我祈祷三件事, 他说第一, 叫我脱离犹太人, 不信服的人, 保罗如果回到耶路撒冷, 就很多人反对他的了, 他说求神保守我, 第二呢, 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 捐款可蒙圣徒月立, 我帮助他们的奉献, 他们可以月立, 第三呢, 并叫我信着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同得安息, 我希望去的时候, 和大家之间有美好的团契, 有美好的时间一起, 这个三件事, 他说请大家为我祈祷, 宣教的祈祷都是很重要, 这个宣教月,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为了我们已经支持的十八个宣教士, 来祈祷,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考一下事, 请大家在十八个宣教士的名当中, 讲出十个就好了, 九个一半, 讲得出来没有, 讲不出来, 不是你特意要忘记, 因为我们太少跟你分享, 所以我们特意一个一个提名, 请牧师每一个主日, 一个一个提名, 为他们祈祷, 我自己是每一个星期一, 为了这十八个宣教士, 还加上为了我们的宣教部, 搞过大兄姊妹, 每一个星期一为他们祈祷, 所以我记住他们的名字, 我记住他们的宣教的名字, 因为我每一个星期这样做, 如果我们不是每一个星期这样做, 真是很容易忘记的, 我们决定下个星期就是全年, 我们继续为了宣教工作, 从牧者带着大家来祈祷,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做, 根本看不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要建立, 防缚的教会, 还要衍生更加多本地海外防缚的教会, 那海外的教会在我们整个崇拜当中都不见了, 怎么可以表达出我们这个决心呢?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为了一个微得之文来祈祷, 全世界有6500个微得之文, 我们要祈祷10年都祈祷不完, 因为我们是主日, 一个星期祈祷一次, 一年五十次了, 10年都不够, 12年都不够, 单单是微得之文, 全世界有200个国家, 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宣教工作, 如果我们一个星期为了一个国家来祈祷的话, 我们要四年来祈祷, 祈祷完一个国家, 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继续留意在祈祷的时光当中, 来支持我们宣教的工作, 在结束的时候, 我要提醒大兄姐妹, 耶稣的大使命是为了民民作耶稣的门徒, 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使命, 我们很多时候将耶稣基督的这个大使命本地化了, 本国化了, domesticate, 单单在美国, 大使命就是将美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很清楚的, 是民民, 全世界各民各族所有的人成为我的门徒, 所以请你记住, 不要将我们的大使命成为一个本国的大使命, 这个要成为一个国际的大使命, 我们愿意一起学习, 怎么样来将这个福音, 不单在乐餐基, 但是各地的地方来传阳, 第二, 我们的直诞, 继续的祈祷, 神下, 你要我们去什么地方来传阳, 来的福音, 使得万民, 可以有机会, 使得了一个新的社区, 有机会来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要关怀, 在我们本国的全福音的工作, 最近, 上个星期, 有一个高中, 在Texas Center 3, 有枪实, 是吗? 你知不知道从今年开始, 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 到1月开始到现在, 都有一个高中发生这个枪实的事件, 有些是受伤, 有些死了人, 有些死了很多人, 不是每一个高中的枪实的事件, 没有只要登出来的, 因为不够精彩, 不够刺激, 不达到这个水平, 所以要登出来, 是那些很多人死的, 很惨的, 登出来, 每一个星期, 你的高中的子女去读书之后, 今天出去, 可以不可以回来, 你真的不知道的, 这个时代, 是吗? 很多高中生, 自己都说, 他说我们这个高中, 随时都会发生这个枪实的事件, 他们自己敢说的, 他们调查的时候, 百分之五十以上, 我们这个高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等着看吧,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是吗? 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的弟弟去读书的时候, 不应该觉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人开枪呢? 你需要几个警察呢? 每一个高中, 有几个警察来保护你的学生呢? 不可能的, 最近在我们的牧师团, Santa Fe枪实了之后, 我就挑战我们的高中的牧者, 和我们的intern, 他说我们教会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上山的地方, 有个Diamond Bar High School, 我们下面的地方, 有个Warnock High High School, 我们当中的子女都有, 两个中学的地方读书的都有, 我们的基督徒的高中生, 在他们的高中的学校, 可以做些什么, 表达出耶稣基督的信息, 福音的信息出来, 我挑战他们, 我说你们去祈祷, 我们不可以改变政策, 政策, 我们不是候长, 但是, what can we do as a church? 我印象很深刻, 杨菲林, 一个很好的作者, Philip Yance, 写了这本书, 叫做, What Good is God? 神有什么用呢? 他们当中提出很多,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社会的问题, 天灾人祸的问题, 枪实的问题, 民族和民族之间, 彼此相害的问题, 一个一个提出来, 人由挑战, 我们的信仰, 挑战基督教, 你现在神用来做什么的? 这么多事情发生, Where is God? 神在哪里? Philip Yance就从圣经, 一个一个来回答, 一个一个来回答, 你这个问题, 但是最重要, 他又问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可以问的问题, 不是神啊, 你有什么用啊? 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 教会啊, 你用来做什么啊? 因为你是耶稣基督, 在地上的代表, Where is the church? 这个问题很刺激我, 我看了事情就想, Where is the church? 不是每一个教会, 都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的, 因为每一个教会, 都有不同的资源, 但是我们这个教会, 这么丰富的资源, Where is the church? 我用同样的问题, 来刺激我们高中的, 神学生, 高中的牧者, 我说我们的教会, 可以怎样回应, 我们的学生, 可不可以从, 为你的高中的安全来祈祷, 为你同班的同学来祈祷, 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周围之中, make sure, 你的高中的同学, 大家都开开心心, 彼此相爱, 那些人的憎恨的地方, 就没有被魔鬼留地步, 拿来发泄出来, 是枪杀他们的堂壳呢? Where is the church? 我们不单是描述这个时代, 多黑暗, 多黑暗, 大家都会做, 保持每一个色, 每一天都帮你描述, 这个大问题, 那个问题, 全世界都是问题, 我们是要点亮一些的明灯, 照亮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功,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需要再描述, 这个世界有多黑暗, 我们都知道有多黑暗, 教会是成为这个社区的灯, Where is the church? 我今天要介绍你认识这个姐妹, Loreena, 大家认识她吗? Loreena, Loreena今天96岁, 她在中部长大, 嫁给一个加州的牧师, 做了师母, 做了几十年, 她的丈夫五十几岁就去世了, 她就再大一次又嫁给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是一个工程师, Electrical Engineer, 丈夫做工程师, 她就做老师, 做了三十八年的老师, 之后就退休, 跟她的丈夫两个人, 就去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那些基督教的营地, 那些campsite, 来帮他们来修理他们这些campsite, 免费的来服务他们, 那些电脑怎么做, 他们来帮他们, 一种的服务的方式, 以后她的丈夫又死了, 她当时八十一岁, 她说神啊,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神就感动她, 她的朋友又邀请过, 不如你去教英文, 你是老师来的, 听说泰国有个地方, 需要人去教英文, 你去吧, 那她申请, 申请美临朕信会国外宣度部, 申请做宣教士, 八十一岁, 那个interview的, 这个宣度部就觉得, 你行不行的? 你可以嘛, 因为泰国那个学生中心的英文, 的语言学校呢, 是易闹的, 你爬得上这个楼梯嘛, 这个老人家很有意思, Loreena说, 你看看我的车是什么车, 是那些大型的pick up truck, 她说, 我每天可以爬得上我的pick up truck, 你担心我走不上楼梯吗? 好大的缺心, 那就拱复了他们, 八十一岁呢, 她就去泰国, 文谷, 在美南证信会的学生中心, 教英文, 一字教呢, 又教到九十六岁回来, 2017年12月, 她就和文谷的语言中心退休, 回来南加州居住, 所以我们南加州的报纸就将她登了出来, 我觉得她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或者是今天你和我要记住的一句话, 她说, 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当中, 我在不同的阶段之中, 怎样走向下一步呢? 我只是问这个问题, 我人生只是问一个问题, 神啊, 你要我下一步做什么? Lord,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next? 我来到十字路口, 下一步做什么的时候, 我就问神, 神啊, 下一步,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去做, 他说, 我的人生就是这么一步,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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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九十六岁, 今年应该九十七岁的了, 我读了之后很感动, 我就很想和你分享他的故事,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走到九十一岁, 不是说八十一岁一定要去宣教, 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的体理不同,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问我们自己, 主啊, 你要我下一步做什么? 我们当中有很多中年人, 有些人已经退休的, 有些提早退休, 有些差不多要退休的了, 你都要问你这个问题, 神啊, 下一步, 你要我做什么? 神要你做什么? 你要自己回答, 我们祈祷, 天父下, 原意在我们的人生下半场当中, 可以被理所使用, 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来继续的前进, 将我们的人生活得更加的精彩, 天父下, 你借着我们的宣教业的信息, 来带着我们教会, 一步一步走向 普世宣教的工作,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 愚痛行在天上,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